7月1日,由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辦的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3週年系列活動啟動禮 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 為香港與白場慶回歸系列活動拉開帷幕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特區刑事長冠林鄭月娥 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准落惠寧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峰 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 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政治委員蔡永忠等 香港社會各界代表600余人出席了當天的活動 林鄭月娥在致辭中說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3週年意義重大 隨著香港特別行政區國歌條例的實施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勘憲 香港將重整限制秩序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為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打下牢固基礎 羅惠寧指出 2019年發生的修例風波 暴露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 存在巨大風險 使香港一國兩制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見此 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憲法和基本法 制定香港國安法 是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有利加固和完善 對於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來說 這部法律是高懸的利件 對於絕大多數香港居民 包括在港外國人來說 這部法律是保障其權力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 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們會越來越清楚地看到 香港國安法的公佈 是香港由亂倒置的重大轉折點 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 羅惠寧強調 堅持一國兩制是香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是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心願 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 國家安全 社會安定 港人安寧 香港這個家一定能走出困境 重新出發 贏得未來